這個部分呢 4回圈 如果你實在不太會寫的話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這個地方 這好像跨航 我乾脆把這個字再 像這樣好了 縮小一點 這樣會比較可以全部包含 那裡面的話最重要的部分就在這裡 本來是一個4 你要把這個4改成I 那這個規則以後都會經常性的遇到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產生了一個門號的公式 這邊一個清楚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把這個VBA點下去 跳出來 這邊的話 你可以執行的話 就這邊執行 按上面的執行 然後公式就是這邊 OK 這個是輸出公式 但是目前你可以看到 這個的公式結果 有沒有 這個只是說把公式放到我們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的結果 並不是最後的公式 不是說把公式放進來 而是把串接的結果丟進來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這個概念跟剛剛的門號公式蠻像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門號公式複製一下 一樣再把它貼到底下 我們拿這一段程式來修改比較快 然後把這個sub後面的底線公式把它做刪除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方法就是我不是丟公式 而是把最後的結果呢 把它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做法其實跟最早用公式 用那個excel裡面的輸入公式有點像喔 你可以什麼 等號後面呢 你可以先加一個09 如果你這樣09嘛 你就先輸入看看 你會發現 這邊都會輸出9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輸出09 因為數字裡面沒有0開頭的 所以它把0去掉了09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一樣呢 串接一個東西 那在那個excel裡面是end哪一個儲存格 那這邊道理也是一樣 哪一個儲存格呢 我要把end 後面的話 我要串接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怎麼指定它這個位置的資料 幫我把這裡面的資料放到這邊來 並且跟09串在一起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道理跟之前的那個方法很像 你空一格end 因為在VBA裡面的end 前後一定要空白 然後這個儲存格怎麼指向 特別注意喔 它跟剛剛講的這個sales的方式一樣 sales的哪一列的哪一欄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複字貼過來 改一個字就好了 改什麼 改F就好了 這樣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幫我放到這裡來 然後跟什麼09串在一起 剛好091 所以裡面的話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911 有啦 但是因為有0開頭 它還是會把它當數字 所以自動把0去掉 然後後面加一個end end什麼 再加一個減的符號 可是如果當你加減的符號的時候 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0就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有減的符號 它就不認為說你輸入的資料全部都數字了 它就把它當文字看待了 ok 那在後面什麼呢 後面不就是end end什麼呢 end後面的話就再把 G欄的資料放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後面再空一個end 然後把這個複製到那邊去 這個複製過來 改個G就好了 但問題 同樣的問題還是出現了 什麼問題 所以一定要3碼 嗯 那之前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用那個test函數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特別注意 VPA的函數 跟Excel的函數 兩邊是不通用的 各自有各自的函數 所以VPA裡面的函數 有一個跟這個 這個Excel還蠻像的 但是它名稱不一樣 我是覺得這個名稱反而比較貼近這個函數的用法 它叫Format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這個 居欄的這個儲存格外面 請你再包一個函數叫Format Format就格式化的意思 錢瓜糊 幫我把這個84啊 或者是這些資料 如果呢 它不是3碼的話 那就幫我格式化成3碼 那格式化的方法就逗點 就是把這個外面呢 先包一個Format 然後呢 刮糊起來 逗點後面跟他講說 我要3碼 一樣是雙引號 0 0 0 後雙引號 後刮糊一下 欸 你會發現喔 其實用法跟那個 test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把資料放過來 逗點後面加3個0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這邊執行 欸這樣OK了 欸那再來一樣嘛 後面呢 H H不是跟剛剛 做法類似喔 所以其實你知道 怎麼 把這邊 and 減號 一直到Format 有沒有 這一串東西喔 把它怎麼樣 複製到後面來 然後改成什麼 H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 我們試試看喔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再拉過來一點點好了 這樣就是 其實就是把F 把區域的這個 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複製 貼到後面去 改一個H 那最後的話呢 執行喔 試試看 給各位看一下結果 執行 就大功告成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輸出的結果喔 裡面的話呢 就是跟剛剛完全不同啊 因為這個的話就是說 把格式化的結果喔 先直接就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了 OK喔 好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就把這個部分完 今天大概就是把這三段完成 好 最後的話呢 把它存 最後就是插入三個按鈕啦 所以插入按鈕喔 這邊可以再加一下 這個之前有講過啦 第一個是門號公式 把它直接就貼到這邊來 然後貼上 這個就門號公式 所以輸出的話 這個應該就公式 然後再來就是清除 再來就門號 那我是建議喔 你如果再加第二個按鈕 你不要直接再拉 我建議是直接拿這個複製 複製完之後貼 貼之後移動它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喔 這個好處就是大小會一樣 然後在這個再貼 這個 那貼完之後 再改的話怎麼按右鍵 重新指定 這個叫清除 好 複製一下 那利用那個第一個按鈕來貼喔 好處就是說喔 你不會那個大小每三個按鈕喔 那三個都長不一樣 這樣感覺看起來不是很美觀 所以我的習慣是嗎 我先做一個 然後其他用貼的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有清除 所以清除掉喔 輸出公式 清除 然後再輸出結果啦 OK 那這樣的話呢 然後我們就完成今天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的作業喔 最後請各位喔 把 再來還有啦 如果你今天是用範例檔來做 你乾脆把這邊喔 加一個刮糊 這個叫VBA好了 今天做的就是VBA 那另外的話呢 存檔喔 特別注意啦 因為我發現喔 如果你要存Poto 最好你現在有隨身碟 直接存在隨身碟 都沒事 但如果你要放Poto 你今天如果剛好沒有帶到隨身碟的話 要不然就建議放雲端 要不就 但如果你要放Poto的話喔 我是建議你乾脆喔 儲存檔案的時候 就乾脆不要存 新的這個 這個好像他會管制的 蠻嚴格的 也就如果你裡面有一些程式 他就出錯 那怎麼辦 你乾脆喔 以後就存這個格式好了 存 X LS 這個就OK了 因為這個格式喔 我看好像大部分同學都沒有出問題 反而你存的這個新的這個格式 反而出問題 所以不如你乾脆存這個舊的好了 就是用XLS這個來儲存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好 那繳交的話呢 就繳交這一個 另外的話喔 你乾脆 因為這個檔名喔 應該不用 也不用說特別加你的名字 你後面的瓜糊 加上今天的日期 2020 今天是10月幾號呢 10月8號對不對 你就08 就是2020的1008 把它儲存 那就交這個檔案給我就可以了 所以待會我會開一個作業 這個作業的話就是把這三個按鈕完成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喔 然後 好